粉彩混色丸熊毛衣 很可愛 對 它是有50%的丸熊毛加30%的羊毛 然後我自己覺得還蠻輕膚的 因為丸熊毛會比羊毛的材質更來的柔軟一點 然後我覺得它整體算是蠻輕膚的 如果對羊毛材質 就是對毛料材質 比較敏感一點 比較敏感一點的話 可能還是要配色調 因為我覺得真的敏感的人 它一定會感覺到有毛份 那如果是羊毛可能四五十 你覺得沒什麼感覺的話 那這件你一定可以 而且你會覺得它是柔軟的 然後顏色非常漂亮 現在Jaby身上的是紫色 它的顏色就很像那個粉彩臂混在一起的感覺 對 因為它有混一點點 藍色 粉色 白色 什麼在裡面 它的就是混色 它的顏色很難漂亮 然後另外一個是綠色 綠色也很可愛 綠色 然後有混黃色 然後就是不同的綠 深綠 對 它的顏色就很漂亮 那因為是玩熊毛的關係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是會有一點這樣立體的毛毛的感覺 然後目前試穿是覺得還好不太會飛毛 但如果你是搭配黑色的大衣 可能多少還是會有一點沾毛 所以你就避開黑色的 黑色或深藍色之類的大衣 應該都是沒問題這樣子 然後它的版型就是蠻基本的圓領 然後算是比較合深 對 比較合深一點 比較合深的版型 那下擺是有縮口的 那可以看得出來它下面就是剛好有合 合住肚子這樣 然後裙子 裙子我們搭配的是 暖日 暖日 毛泥 暖日 格紋毛泥中長裙 它是free size的裙子 那總共有兩個尺寸 不不 總共有兩個顏色 深咖啡色跟浮水綠色 這個是浮水綠嗎還是 深咖啡 這是深咖啡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補水綠色 然後它是有混羊毛的材質 這顏色也很可愛 很亮 對 它是有混羊毛的材質喔 這顏色很漂亮喔 可以看賣場的穿大罩 真的 那它的格紋是比較大格的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格紋是比較 整個是有點放大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蠻漂亮的 就不同於小格子 它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然後是有厚度的毛泥 最近顏色很可愛 有厚度的毛尿 這樣子有厚度的毛尿 然後它是做厚鬆頸的設計 然後是一個free size 然後側邊拉鍊 對 側邊拉鍊 那尺寸的話 會比較建議S號到小L號 就是 對對 像因為David現在穿的比較高腰一點 那如果正腰的話 可能就拉不上來了 正腰嗎 你現在是正腰嗎 我現在比較高腰嘛 對對 我覺得可能就是小L號啦 臀尾大概38 左右穿 會是比較漂亮的 不會太包臀這樣子 然後 對 就是沒有口袋 就是蠻直筒的版本 九九問兩色 推哪色 是問裙子嗎 應該是吧 我可能會 上衣 欸 九九你是問上衣還是裙子 因為剛好兩色 對 上衣推紫色 對 上衣推紫色 上衣無條件先推紫色 對 而且它顏色非常夢幻 對 然後它又讓氣色很好 嗯 裙子的話 這一 我現在身上穿的是 一定是比較白搭的 嗯 比較好搭配 但是這一件 就是 穿了會比較 走在路上 別人會多看你兩眼 會比較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它也很好搭啊 就是 對啊這樣也可以 剛剛三色或搭淺色好像都可以 我再拿一個淺色給大家看 其實這兩個顏色都蠻百乾的 它淺色也可以搭 都很美 就是其實護水綠也沒有前上妝術 小心 那都蠻好搭的 對啊其實都蠻美的 我的話我當然是喜歡 這個就是比較高調一點 它就是比較低調 看你喜歡哪一種感 如果你想要比較青春 簡靈一點的話 對 青春應該是這個 護水綠 對 然後如果你是大地色系的文青少女的話 我就是選這個顏色 咖啡色 那他說上衣啊 我們講那麼久 上衣當然是紫色啊 上衣當然是紫色啊 上衣當然是紫色 好